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昨天这两天公布出来的中国大陆的经济数据都很差 今天又公布一个新的财新公布出来8月中国服务业PMI 本周财新也公布出来制造业的PMI是跌破了50分界线 跌破了50农枯线 跌到49.2 那官方的是50.1 所以官方也几乎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出来的制造业PMI 也几乎要跌破50了 那财新随后公布出来的私人部门的中国制造业PMI 也正式跌破50 跌到49.2 那今天公布出来是服务业PMI 哇 这个更惨了 跌到46.7 这比预期的51.3真的是差太多了 这个差了快5个大点 这跌得很重 而且是较前值54.9 几乎是用直接是灌下来的这样的一个速度 显示近越来中国大陆的制造业跟服务业是急动 冷冻的动 急动了 这跌得实在很惊人 54.9前个月7月跌到公布出来的数字今天是46.7 所以真的是令人忧虑了 等于说制造业服务业双引擎全部都开始出现这样的问题了 那8月的服务业PMI是自2020年5月以来首次跌到衰退区间 跌破50 而且是深度跌破50 那所以导致了这个综合PMI 就是制造业服务业综合起来 也到47.2了 较前值53.1也是重衰 所以这个大陆的经济状况真的是有一点不妙 有点不妙 那另外今天晚上美国要公布很重要的经济数据 这也会关系到今晚美股的走势 就是non-fund payroll非农业就业数据 我现在看到媒体的预测应该是几率比较大是低于预期 问题是低多少 因为本周公布出来的ADP 这个小非农大幅不如预期 这个小非农公布出来的数字是 37万4千人 虽然好于前一个月的33万人 但是远远低于市场预期的63万8千人 那非农跟小非农近越来有呈现分歧的状况 也就是说小非农就ADP的数据 其实未必 这个是可以作为非农的参考 因为上个月就是很明显的分歧 上个月小非农就30多万人 但是非农业就业的数据是90多万人 那所以今天晚上到底会是怎么样状况 领衔演出 使得指数已经是突破了17500点 跌破市场眼镜 说这波反弹怎么这么强劲 天天往上走高 而且就算昨天压回一天 今天就迫不及待往上升 也是动用了重量级的重武器 就是台积电 连电 还有世界先进 我们刚才请教筹码专家 财经作家 阿斯匹林 阿哥你好 阿布阿哥好 各位投资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是动到了重装备了 对不对 对啊 很久没有看到连电 竟然是快要涨停 整个市场今天 主角就他一个 整个市场 散户想要买的就只有他 没有别的 所以沿路都出现很明显的 这个追加力道 然后到最后一盘 还是不放过 直接就收在70大关 整整 那创下 21年的新高 对啊 再度创下21年的新高 明天的股价21年来最高了 现在 对啊 这变成今天市场的焦点 但是市场这一波大涨 是来自于什么 台积电 它就蚕食精吞慢慢涨慢慢涨 到今天也从了551 涨到了620 涨了69块 1块是影响大盘8.5点的话呢 69乘以8.5 是586.5 这波大盘是从16248点 涨到今天收盘17516点 涨了1268点 这是很大的涨幅啊 但是台积电就占了586.5点 占了46%啊 简单讲 一半就台积电 那以联电最近的涨幅 应该有一部分的贡献 那再加上前几天的这个金融股的强势表现 可以看到就是 基本上就是全职股 出现明显的拉抬 来带动这一波大盘的反弹啊 但是这个行情并不是大家都开心 因为真的有联电跟台积电人真的非常少 在一个月前 能够很积极的靠台积联电的投资人 应该不多 这个就要听我们节目了 我们节目这一个礼拜一直在跟大家讲联电 真的 而且我们是几个礼拜前就讲联电 我讲非常非常久了 但是愿意转过去的人有多少 对不对 看着其他的人有多少 重点是什么 舍不得啊 舍不得什么 舍不得下船的人太多了 但是今天 你今天要来一条歌吗 你今天要来首歌吗 不好意思 人家这个站船上的人都在哭了 但今天似乎有人弃船 弃船转连电了 所以今天的这个航运股成交比重 已经降到15%左右了 整个大盘的电子股的比重 已经来到65% 这个电子股呢 不知道是重回荣耀呢 还是市场的资金 有点过度 最近电子也不知道 但是很明显 那个航运股有一些 投资人开始 有停损的动作 那今天有一些 应该蛮多散户开始做 最近联电了 所以外资 昨天非常厉害 因为这期货是 增加了4394口的进多单 就是为了拉台机跟联电 今天拉完了 立刻出掉 对 马上出掉 马上又加回4111口的进空单 如果以外资这么灵敏的动作来看 那晚上就要看一下 这个联电 重点就是联电 联电的融资 以及当冲 这些隔日冲 这些东西最近都是出没在各大强势股之间 联电今天应该当冲量很大 我觉得它今天当冲量很大 搞不好超过六成 那个当冲一定很大 然后融资应该可以增加很大 然后呢 隔日冲也会很大 老实人家觉得奇怪 为什么没有涨停也会有隔日冲 因为隔日冲越来越进化了 它不用涨停 让你敢大涨的股票 照样跳进去做隔日冲 所以联电的考验 如果你今天不小心去追高联电 没有早一点听木华哥的话 低接联电 那你今天硬是去追高联电 你礼拜一就要提防 联电会有比较大的动荡 因为今天的强势股真的是太少了 除了少数一些电子股以外 但是市场的焦点 很明显就在联电身上 加上外资的一个反向 把空单进回来 黑客人今天的下午盘的电子盘 一开环就跌六七十点 表示市场就是在反映外资的期货空单 如果是我们把五大特定的大外资扣掉 就是我们俗称的小外资 他前两天也是连续两天都增加三千多口的进多单 昨天小外资进步只剩下负的三千七百零九口 几乎还没空单了 但是今天一天就增加了七千四百零四口的进空单 来到了一万一千一百一十三口的进空单 所以外资似乎只是做 因为今天联电下午有一个说明会 市场有在操作这样一个消息面 市场是传出说联电跟美光达成和解吗 市场是一直在传 我们就刚刚看到最新新闻 听说联电要跨入封测 是要诟病6147的宜邦 齐邦 齐邦 对 那市场怎么解读 我们还在慢慢观察 因为详细的内容还没有在看 因为现在晶圆代工一定要跨入高阶封测 对 所以联电也开始积极行为 他们的制程上面这个要突破 其实高阶封测是另外一个方式 对 所以目前就是半导体带动 美国也是 我们现在总算跟美国同步了 因为上一波美国在拉 纳斯达克大型电子股的时候 我们在拉航运 但这一波航运总算休息 我们跟美国是同步 都拉大型的电子股 所以投资人就看 美国的指标 就是纳斯达克 台湾就是看台积联电这样子 代表大幅的动荡 台积电领军 可以让电子股的信心 去慢慢的回容 很明显的电子股的比重 拉得非常明显这样子 那刚刚阿哥讲说联电的融资 但今天晚上才会出来今天的数据 他昨天融资减了将近4000张 昨天因为联电很明显 开盘拉高一波到10点钟左右 11点前建高点之后 哇 这一路杀 居然把早盘一路拉高到67块 然后一路杀回64块 这个真的是杀得很凶 收盘还跌一毛 所以我想很多人受伤 就当天去找盘 前一两个钟头交易追高的人 可能到尾盘脸都黑了 融资余额的部分 昨天融资减了将近4000张 如果他看他现在目前 整体的融资余额才20万张 占他融资使用率才6% 所以联电的融资使用率 其实并不高的 不过昨天当冲的比率很高 如果你看到当冲的话 联电的当冲比 昨天是来到了48.9% 将近五成了 前一天是35.7% 所以联电有接棒海运股 变成当冲王的感觉 是不是这样子 是啊没错 这个市场总是要找一档 大型的公司 大型的上市公司来做当冲标的 对没错 因为台湾人不冲 现在是说也很难耐 整个大盘的当冲比重 都还是维持在43%左右 都降不下来了 其实 阿哥我们这边先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到我们节目现场 98新闻台 FM98.1 财经一路发 我是阮木花 刚刚阿哥有提醒大家 就是说这个隔日冲 现在很凶悍 很多股票 你看到今天 哇这个收盘很强势 但隔天一开盘出来 因为今天礼拜五 这个下礼拜一 或者说这个周间隔日一开盘出来 这个拉高之后 就哇就灌下去 给你这个隔日冲 给你卖掉 就是大量的冲出来 其实现在在玩这个隔日冲的人很多 而且很多都是很有资金实力的 像什么胡伟邦 这个大家都知道什么歌的 什么歌的 对不对 什么松山歌 什么歌的 很多歌 少年海神 现在什么封号都有了 是不是阿哥 对阿哥 这个现在很多歌贝了 不是只有阿哥贝了 现在很多歌贝 我们现在已经老了 都没有年轻人这么凶 对不对 而且他们这些人 非常的凶狠 而且资金实力也很雄厚 加上他们现在有 我们之前有讲过 我听说他们都是集资 他们就是 我也帮他们集资起来 就是跟你这样玩 对阿一起合作 一起去拱一档 而且加上现在 好像券商有些提供是什么 是所谓的三日冲 就是他可以第五天 五日交割这样子 你说如果你今天股票买了 放到两天后再卖 都不用 都不用放任何的交割金额 这样子 那是券商帮你代电 券商帮你代电 券商帮你代电 你要放一些担保金 他就帮你电款 但是股票扣在他那边 股票扣在他那边 这就是一个新型的 这种三日冲 就有点像丙总 对有点像 券商开始在做这样的 资金调度的功能 所以劝投资朋友们 开盘前15分钟 看到股票往上冲 千万不要去追高 因为现在已经不像以前 四五千亿的之后 那个时候一直冲都会赚钱 所以开高都会先走低 所以起码走 刷到走低 开高走低之后 到九点半或九点四十五之后 还没有继续往下刷 你要低接 再来低接 你可以看到很多股票 其实像今天那么热门 今天的行情这么好 就那几涨强而已 大部分股票 都是开高走低的比较多 尤其像今天早盘最强的 并不是电子 早盘最强的是钢铁股 因为钢铁股 开高就往上冲 但微发几乎都是开高走低 又被阻力做调节 所以礼拜一 尤其是礼拜一 开高的机率又比较高 当然每一股晚上的变化也很大 我们看前面讲 最近这个当冲的比重 还是很高 尤其是今天连电 可能会让它吓一跳 这个当冲比重可能 就会冲到六七十趴 因为虽然我们的当冲条款 已经上路了 但是当冲比重高的股票 就是当冲超过六成的个股 每一天大概都还是有三四十架 这么多 还是降不下来 整体大盘的当冲比重 还有还是有四十趴以上 所以跟以前 稳定在二三十趴的这个当冲比重 还非常遥远 所以整个结构 都还是一个不稳定的状况 这个对于大盘要很稳定的往上 出现一波大多头 并不是非常健康的 这个是低点 在当冲这么多的情况下 我们回过头来看成交量 这个在七月十三号 大盘建造相对高点的时候 那个时候成交量是六千五百七十六亿 这是一个相对高的位置 这波杀到低档 八月十九号 出现了一个大跌四百五十一点的 长黑 那天也爆量四千三百二十三亿 但是你可以看到今天算是这波 反弹量最多的一天 是三千六百一十六亿 这么少 离十日的军量 十日的军量 就过去十天平均的成交量是 四千六百三十六亿 表示现在的量能 比跟十天来的军量比 还是远远不足 加上这么少的量里面 又有四成 四成的量都是假的 所以实际上这些个股可以拿到 真实的成交量 算是非常少 今天早上事实上在十点前 整个大盘的预估量 大概不到三千两百亿 是因为连天后来一直补量 一直补量 整个大盘从涨一百多 拉到涨两百多 量才增加到三千六百亿 但还是不够 所以这个整体都还是属于一个 没有量反弹的结构 所以大盘要往上冲 整体的股票都要有表现 还是不容易 只能有少数的股票 目前少数股票就是 集中在半导体 集中在 资金它都集中在特定的族群上面 对 所以你的股票就要精选这样子 对啊 所以你说航运为什么跳船 因为资金都跑到 这个金元代工股上去了 跑到封测族群了 对不对 就跑到这个半导体 相关族群部分IC设计 然后那当然 因为就像刚刚阿哥所讲的 这个大盘四成的量是当充嘛 事实上你看一天三千多亿 事实上四成 其中只有六成的资金才是真的嘛 对 那资金就是很集中在特定的族群 那那些没有量的 他就变成是被这个卖出的对象了 对就变成契因了 变孤儿了 所以现在就不像之前的行情那样 会所有股票都起涨了啦 对有涨有跌啦 所以可以看到像今天创新高的连电 然后或者像USB4.0 6104的创围 他也是创新高 当然其他USB4.0的像是威风 像是翔硕 也是还是在相对高点 那像是ABF的那个3189的锦硕 3039的星星 对都是上涨 创一波段的新高 这几档都是很强 都是尾盘拉上来的 对都是尾盘拉上来的啦 所以这资金还是集中在少数的 强势的电子股上 那你说在这么强的情况下 航运股我们就不用讲 像是面板股是全面破底 明明是电子股这么强悍的情况下 还是有电子股破底 或是像之前最强的驱动IC 3545的敦钛 今天也是破底 或是像比较高价股的3152的锦德 那么高价的股票 也是破底 也是再度创下一个波段的新低 就是说跟以前的结构 已经不一样了 他必须卖A 他才能去买B 他并不是整体持股的上升 我们如果去观察 投信对于台股的 他会有一个持股的比重 通常在8乘5到9乘5之间移动 投信整体很看缓 并不是说 投信一直买超台股就看好 有时候投信一直买超台股 是因为投资人不断的认购 或是新募集的一个基金 但是你要看投信对台股的态度 你要看他对台股的 整体的持股比重 最近的持股比重 已经从大概93%降到了89% 表示说整体的投信 对于台股9月份或10月份 是略为保守一些 所以整个大盘并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乐观 并不是百花齐放 你必须精选 看起来好像是多空都有机会 但是如果你选错股 看起来是会多空双八 没错 操作难度确实是高了 非常高 所以目前来看 小量操作是比较好 除了你很精准 不过这个真的是不容易 能够让你操作的股票 真的是少之又少了 为什么 因为虽然看起来大盘那么强 弹了1200点 感觉上是一个明显的多头 但是如果你去看 到昨天为止 大盘的融资维持率 却只有157% 离前一天的159 还下滑了2% 这波反弹 一直卡在159 上不去 为什么 因为重量级融资的股票 的股价都是相对弱势 好像是航运 好像是面板 好像是第一任族群的金豪科 这种都是融资非常多的 那你可以看到这些股票 它的股价都是相对疲弱 所以造成整体的融资 并没有明显获利 简单讲 这些都是散户最爱的 散户大概就是集中在 航运 E-RAM报价 驱动IC的涨价股 还有面板股 所以说来非常讽刺 这些股票的本益比 都是最低的 获利都是最好的 但是投资人就忽略掉 未来它的成长性 是下滑的 反而市长去追逐的是什么 去资金集中的 都是未来 甚至明年 市长大部分的法人 已经在开始布局 明年的成长性的股票 像我们刚才讲到的 610市的创为 昨天就创新高 今天继续走高 这档股票也真的是 非常的夸张 你看到它前一波段 怎么拉的 然后又怎么杀的 然后现在又怎么拉的 我看了这档股票 我真的也看得傻眼 波动非常大 它的波动是会相对高价股 想说大很多 因为它的相对股价是低一些 但是 为什么还是可以创新高 因为USB4.0 它是什么 就是未来的趋势 它是一个长期 目前中长期趋势 还是往上的一个产业 市长已经在看 明年的成长股了 而不是执着 上半年的EPS 但是很多投资人 都有这个迷思 上半年的EPS这么好 甚至今年的EPS这么好 为什么股价涨不上去 如果投资人计划这种东西 那非常抱歉 所有的法人都不会去买这个单了 因为他们知道这是一个坑 你跳进去 没有人会去拉抬 这些股票的 所以阿哥 你是觉得USB4.0相关概念股 可以注意是 对像是威风 这个威风是 6756的威风 是王雪红 我们王董市长的 最新的标的 他的标的过去 都是当过股王 这一次有那么强大 是不知道 但是他当挂牌的时候 是两三百块 现在在航行并没有那么好的情况下 已经拉到一倍多了 加上这个产业 是明年的趋势 所以看威风的表现 也非常好 加上还有高价格的详索 在高涨 做一个示范 所以USB4.0的产业 投资朋友可以去 好好地研究 所以你要花心思研究 明年的主流产业 不要只看数字 迷思在数字上 这样子的话 你的操作就会 比较不会那么痛苦 这样子 虽然外资这一波 过去短短几天 买超了800亿支多 但是整个外资的 借券卖出余额 从7月初的960万张 到昨天的1050万张 还是偏高的 好 非常谢谢阿哥 我们等一下 还有一个小时 等一下再见